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再接下来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你看到亚当叫王汉水以后 就开始讲话了 你赖我我赖你 结果赖到蛇那边 然后他过后 第三第四章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什么 地中的摩扎案开始 人的关系被破除 罪的咒诅就进入人的生命里面 所以看到 这个社会里面 没有一种标准的关系在那边 所以你看到 夫妻里面有不良的关系 变成破裂了 夫妻有不对的关系 破裂了 弟兄姐妹的教会里面 没有正确的关系 都破裂了 然后这个 宫人与主人的关系 没有正确 没有标准 结果破裂了 弟兄姐妹 今天在教会里面 你要建立的不只是关系而已 而是一个真的关系 什么真的关系 那些反遵循我旨意的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 我的父亲 耶稣讲这句话 里面带着一个很重大的 数人的意义 他说在这个世界上的 一切的关系都被破坏 除非我们还要去到 上帝的面前 寻求到标准原则的关系 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 什么是关系 什么是真的关系 对关系 关系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建立在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教会里面的六姐妹的关系 不只是建立在情细当情感上或者连日上而已成为关系 夫妻也是一样 儿年也一样 工作厂也是一样任何地方的关系 不在乎吃喝玩乐而已 乃在上帝的原则里面建立真正的关系 所以耶稣讲一句话 你的关系要建立在上帝的原则里面 他的子弟面才叫真正的关系 才叫真正的弟兄姐妹母亲亲弟朋友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离开妈妈妈妈 不是 耶稣没有讲 对不对 耶稣说 你在教会里面 你会寻找到 行为上帝创造人 那个时候的真正的管理 而且那个关系是纯正 有保障 有能力 而且是上帝所征服的关系 什么是真关系 第一 真关系是患难 从患难而生 真关系是从远则而生 真关系是从接纳而来的 真关系是在乎服事 不在乎得到但有的 真关系是彼此服辞的 而不是至少我们先写的 真关系从分辨为来不是乱来的 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属灵什么是不属灵什么是应该怎么是灰盖 应该怎么变的 真关系是同心的 这同心是放下自己的意念 自己的意识 来服从上帝的旨意 一起来同心 同样意象的时候 这关系就开成关系 不是放纵 不是乱来的 而是我们体力的 这是灵盖 真关系从目济 就是天儿就是不地道 人将感受需要而来的 真关系从圣洁而来的 而不是淫乱决荡 这些 真关系从更正而来 更正什么意思 就是你敢于 勇于去 行事 去指责责备改变那些在黑暗 在罪恶 你所爱的人 而不是放纵让他继续成文 这关系从诚实而来 是一个真的人 full man 这个粗文 真正的话语 而不是要让大圈 才拼命 拼命 要讲的话 也不是说 不敢跟你讲透过多人 才跟你讲希望 然后或者是 在你的面前这样子 在你后面就另外 不是 真关系是真实的 真关系从冲突过来 真的关系不怕冲突 如果那个关系经不起冲突的 那也不是 已经没有关系了 从来都没有关系了 真正有关系的 真正的关系 不怕冲突的 而且越冲突 越摩擦 越坚固 越认识 越了解 越成熟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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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言17317件 这里告诉我们 朋友乃时常亲爱 弟兄为患难而生 朋友乃时常亲爱 弟兄为患难而生 OK 看到 这里强到两两种 一个半斤 一种是朋友 一种是弟兄 朋友不能够患难 只够起了 那个叫酒肉 朋友 OK OK 然后弟兄是为患难而生 是吗 你在怎么样患难 我也愿意跟你交朋友 你在怎么求 我也愿意跟你交朋友 这个叫弟兄 所以在教会里面 就有姐妹 我们要真的 以这种的心态 来交我们弟兄的班机 教会里面不要冲 不要怕弟兄看不起你 姐妹看不起你 我们没有就是没有 我们还是接纳 有就有 我们还是接纳 不必冲 就是没有 要做到一个很有的样子 只有人家发现 到没有的时候 就会讲祷告 对吗 所以就这边 我们来到上面 你真正人 跟真弟兄 分享出来 我真的很怯怕 我真的很忠难 我们弟兄借那里 为你祷告 当你建立在上帝的外面 一起度过来 这个叫弟兄 这个叫弟兄 弟兄 兄姐妹 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要找出真的感情 不要只是吃吃喝喝玩玩乐 而是找出一个真的感情 真的交往 真的能够将你的心拿出来 把你自己打开 而不受任何的影响 不受任何的第一次攻击 这个要整个关系 第二